独株区的美孚仓储 今年3月发生大火 火灾现场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而纵使半年过去 这场火烧出的许多问题 到现在还没妥善解决 那整个大火燃烧 变成我们台湾 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燃烧 那我相信美孚这一次的大火 影响到居民 就这二三十天的一个恶臭 还有很多人心理上的反应 有小朋友送急诊 那当时的环保局 也开了两支公害专线 但事后环保局 竟然说这个火灾 他们没有办法认定是公害事件 那事实上这就是公害 如果这不叫公害 什么叫公害 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承 只关重要 而原住民文化也不会例外 市议员陈兹林表示 桃园市都会区原住民教育的资源 较为缺乏 原民文化教育在学校端 更显得重要 因此他近年来持续推动 都会区原住民族教育课程策略联盟 让原民文化真正融入教学 所以在去年在教育局 我推了一个原住民教育的课程策略联盟 策略联盟是从国小的学校来开始 所以教育局就召集了有12个学校 那12个学校也就是每个学校有100位以上的学生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推动者 阿德区大勇国小周边徐旧学人口众多 长年上来学生数已超过负荷 入学人数已经采取总量管制 因此阔效的声音在地方上讨论已久 市议员吕林小凤呼吁市府要加快脚步 大胺国小他这个议题已经谈了快8年了 后来就由地震局这边收回来 就针对三角块的区块来做势力重发 他原来旁边是一个国中用地 市长的意思是说连结 他这三角区块连结那个大幅国小 一起来做势力重发 详情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